今天的挑战有点难 老板说在街区让我干死50个几个 然后就占桌两顿做点饭吃 而且还得去找玩家打 说实话我感觉是有点难办的 不管了 先过去洗脚房吧 听到屋里这个脚步声好像是准备要去开洗脚房 这里面干哪 干哪 想我的洗脚房 有箱了 他捡到东西了 你怎么捡的啥 完了 他把东西捡走了 有卡吗 听到卡了吗 卡 坏了 这个烂仔好像把物资晒裤裤了 我都到他里再开枪了他还在晒物资 感觉亏了一张红卡呀 没事 漏了个钥匙扣 钥匙扣50万也不算无功而返 收完洗脚房子后就开启我们的主线 可惜可惜 没有可以 还能够 说实话打50个鸡哥我感觉不是很难 但是又感觉不太好看 毕竟监区这么大的图的话 有时候你找50个鸡哥也挺难找的 不過在這個圖的話有50分鐘的還是可以稍微嘗試一下的 但是老闆說不能光打機革啦得去找玩家幹 好了主線先放一邊咱們先牽繞到支線把玩家幹了些 什麼槍喔 烂枪 听枪声的话应该是个烂仔 打了机构之后给他舔包呢 看下能不能过去给他办了 他趴地上舔包的话不好打 只能拿雷打 下个雷吧 雷俩给他蹦死的 好乖 哎哟 躺了一窝 这么多 三个 大宝 UMAB45 这种选手应该就是那种顶级的垃圾佬了 背了一个大宝就给他去挂地皮的 这么硬 明明是我自己马来跟他说这个硬 我自己看都多想笑 咱们接着舔包 打7个 哇 那么不硬 这么硬 我才看到地上有个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诶 诶 b 目前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是大概80多万左右 还是挺香的 再来跳两个机箱啊 B S 咱们仙咖 一身验到型卡总会不出来 出来一个吸引冷房 呦 被开了 咱 progressing 又漏了 这个要是卡包的话能慢到20多万一个 那这把的物质好像挺负的 但是我们的主线不能忘了 来 现在开始打鸡鸽 光打鸡鸽的话有点干吧 放一首BGM吧 这么硬 不准化活了 咱们好好打鸡鸽 哇靠 不是 你又是什么王呀 来 拉一下 好了 这不准了 咱们装先打几个 这个天都马上黑了的哦 挂机 这么硬 哇 这么硬 哇靠 甲都是新的 怎么这样都打我的 好 这把从白天干到黑夜啊 目前的话时间还剩下三分钟 附近也没有机构可以打了 就差不多可以撤了 这把 这把应该够五十个吧 兄弟 我打了四十分钟机构啊 四十分钟机构应该够吧 还行 四个东西 好 这里 给多少 两万斤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五十四个 哈哈哈 哇靠 正好我是四个 差一点出事哦 有了 三十个 三十个